OK 今天我們新的一個章節 以我個人來講的話 我覺得我非常驕傲地給各位來介紹這個章節 因為這是一位非常偉大 一位科學家以及科學家 我今天要給各位介紹這一位呢 名字叫做 Pio Simon Marcus de Laplace 就是我們常聽到的拉普拉斯 那麼我們接下來會給各位介紹所謂的 Laplace 轉換 拉普拉斯轉換就是這一位有名的 拉普拉斯他的眾多的他的研究的一小部分 他是一位在18世紀中的一位法國科學家 數學家 更重要他是一個天文學家 那有人說是他神學家 或是他不怎麼承認 我以為他提議法國 那英文後面的那個是什麼意思 拉普拉斯 哪一個字 前面那個 兩個字 這就是奧的意思 英文裡面 對不起 英文的勒的那個意思 勒 這是法國人 OK 這位兩三百年前的這位科學家呢 他在就像你們年齡的時候 已經對天體物理 天體 天文 地球的 以及形勁的一些運轉 提出他的這個天體力學理論 就是在他大概四十歲以前就已經完成了他的最大的著作 就是天體力學的著作 可以預測我們太陽系的行星的軌道等等 然後呢 他對這個數學上的貢獻引起了拿破崙的注意 所以請他去在軍隊裡面等於是發展這個軍隊這個軍事的這個研究 那麼他跟拿破崙曾有一段很有趣的對話 拿破崙問他說你這些作品當中好像缺少了一個東西 缺少了一個叫God 結果 拉布拉說 回答說 在我的研究當中我不需要 我的假設你根本不需要God存在 另外一個科學家可能各位在三年級會學過 叫Branch說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假設 但是有人說他其實是也是一位哲學家跟神學家 等一下我稍微提到他的一些 他很有名的這個研究 好比說他可以預測我們的這個潮汐啊什麼的 他有一個最有名的一個機率就是 你假如對你不知道的事情 你要預測它下一次發生的機率 好比說你要預測明天太陽會升起來的概率 這個D就是以往太陽升起來的次數 那麼D加2分之D加1就是明天太陽會升起來的概率 這個雖然聽起來有點這個荒謬 但是的確很多事情你假如不會的話 就用這個來推理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做法 好 另外它有一個所謂的我們知道我們有那個 物理學有四大怪物其中一個是量子力學裡面的 Sherlinger的貓 另外一個呢各位可能在打那個電動丸就會看到 不信你現在打那個Laplace 打到你的那個Google裡面出來都是那個電丸的 叫做Laplace的妖怪 事實上Laplace妖怪是它的一個哲學的一個論述 它的論述就是說 假如有一個人或有一個生物或Anything 它能夠熟知上知天天文地理下到原子都能 它都遼落執掌的話 它可以預測宇宙的未來已經 而且會知道以前發生過的宇宙的過去 這個就是所謂的Laplace的妖怪 好 OK 那言歸正傳 回到我們的Laplace Transform 這個Laplace Transform呢 大家呢我可以就直接介紹它的方程式 它的定理是什麼 但是我們以從一個學天文的角度來看它 假設你是當時它的人 你會怎麼樣得到我們這個Laplace Transform這個觀念 好比我在研究天文 我一定想知道兩件事 第一件 宇宙有多大 對不對 How far How big is the universe 第二個就是這個位置的問題 第二個是時間的問題 宇宙有多久嗎 宇宙未來還會存在多久 所以我們問兩個問題 又不是位置 位置一定 假設我們現在以我們現在的地球當作原點的話 我們想知道原點到宇宙的極限的地方 我們想知道它的諮詢 時間的話 時間的話 假設我們把那個宇宙 我們現在最有名的理論叫Big Bang 全部宇宙都是Big Bang 在時間T等於0內秒開始產生的 從0會知道將來宇宙可能會毀滅或什麼 到無窮遠 所以我們討論的不管是在位置上 在時慾上 在時慾上 時慾上面 我們討論都是從0到無窮遠 那假設我們要觀測一個宇宙間的一個現象 好比說 宇宙中氧氣的濃度 隨便舉一個例子 這個濃度可能就是一個時間的暗數 我現在想要知道 從宇宙開天地圖0秒的時候 一直到時間無窮遠的時候 我要知道宇宙間氧氣濃度這個事實 意思就是把0到無窮遠給它作為 7分 好的 這個7分看起來沒什麼了不起 各位可能常看過這些7分 那我現在用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問大家 我們假設我們的濃度都是1好了 這是我能想到最簡單的問題 這個一個數學 對吧 1 從Bang Big Bang開始 一直到將來宇宙要毀滅 我們宇宙間的濃度 氧氣濃度就是1 我們看這結果為什麼 0到無窮 1可以激分 等於多少 我們把這個 無形化出來 這是十欲 不是0 我的函數呢 是1 1 永遠都是1 積分的意思代表什麼意思 它的 它的面積 同學 我這裡有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函數 就是1 結果積分起來它的節物是多少 多少 無窮大 無窮大 我比如說 朋友向你借錢 你跟他講說 我借你個十億二十億好了 你知道這是真的假的 假設我 你的朋友不是郭台銘 他說借你十億二十億 三百億五百億 相不相信 of course not 他可以借你兩百塊二十塊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你的答案是無窮大 表示你有沒有得到結果 沒有得到任何訊息 你說這1太大 那我10的負100次方 給他積分從0到無窮 結果是多少 無窮 還是無窮 所以 以他的觀念想說 嗯 我們要觀測這個 這個 以食欲或者是位置來講 從0到無窮的這個 任何東西 你隨便去把它做這個積分 來把它統統 統統把它集合帶起來 做觀察 你可能永遠都得不到結果 所以想辦法 要使這個積分 要使這個積分 要收斂 要收斂 什麼叫收斂 得到結果就是收斂 反之得到一個無窮大 就是不收斂 叫做發散 發散就是沒有用 怎麼樣收斂 一個很簡單的 它到無窮遠處 這個函數必須趨近多少 0 這函數必須趨近多少 比須趨近於0 這個核東西 不管這邊多大 長得多樣 什麼x平方 1x幾次方都無所謂 等到它無窮大 它這樣趨近多少 0 所以 這樣子我把它積分起來 才有可能是收斂 所以我們可以 想像它當時的觀念 那我們去想辦法 我們不直接觀測 這個一個函數 意思就是 我們不要直接把它 求它的積分的解決 我們想辦法把它乘上一個東西 使它在無窮遠處 接近到0 各位猜猜看 什麼函數 乘上任何一個函數 當它的時間接近0的時候 它會讓它這兩個相乘變為0 這樣乘以什麼函數 一定是什麼函數 什麼函數 這邊 一定 T時間 趨近無窮大 這邊這個字 一定要趨近多少 0 各位猜猜什麼函數 1的 負 S T T跟T還是一樣 我們給假設的時間 你要當位置也可以 S呢 不知道 雙程 你是王二馬子 他只是一個代號而已 各位想想看 不管我的F T長得怎麼樣 照這個 但是呢 我的1的負ST 假設S是一個正子 永遠怎麼樣 去近多少 0 你這邊再怎麼大 去近無窮大的時候 乘上一個什麼 0 所以這兩個相乘之後 可不可能有所謂的積分值 可不可能 這個時候就有可能了 所以顯然 我已經給各位介紹了 將來所謂的拉子轉換的 第一個限制 就是 不是所有函數都可以做轉換 就是 這兩個相乘 T 屈近無窮大的時候 這兩個相乘的值 一定屈近多少 0 0 我已經給各位介紹了 我們等一下介紹 拉斯拉斯轉換的 第一個限制 好 各位 我請教各位了解 所以 把任何函數 F 把它做 拉斯拉斯轉換 它的定義 就是這樣子 就是把函數乘上 1的負SD 把它對 時間 或是個位置 零到無窮大 做積分 得的結果 各位看這個結果 T 是我的變數 然後它是一個定積分 有上下線 所以 T 得到結果之後 要用上線 無窮大 減去下線 0 所以結果之後 會不會有T這函數 沒有 只剩下哪個變數 我剩下 S 這個變數 然後呢 既然有轉換 也有反轉換 我可以求 轉換過來的大F 我求它的反轉換 反轉換 反轉換的寫法就是 L R plus 負音 代表它的反轉換 inverse 這個呢 沒有原來的 轉換 OK 我猜想它當初 它想出這個轉換 反正有一些 這樣的想法 也許我只是在反摩 好的 這個轉換在幹什麼 覺得有點 吃飽 鹹鹹 沒事幹 我把任何一個函數 乘上1的負LST 來做的機會 然後得了結果 再轉換成原來的函數 好像只是在做一些 數學的練習 沒錯 很多的數學的發現 包括 class這個轉換 包括 負利液 各位下學期要念的 負利液轉換 負利液技術等等 當初他們在發表的時候 每個人一看 以為它只是 數學的一些 運算 技巧 沒有什麼了不起 告訴各位 沒有這個L plus轉換 不會有下學期 各位 應該是三年級 還是四年級 要學的 自動控制 絕對不會有衍生出來的 什麼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系統 機器人 這些 課程 不會有這些課程延伸出來 不會有這種研究出來 甚至於各位現在手機 可能都沒有辦法 都沒有辦法延伸出來 等等等等 好 至於它的應用 我們會慢慢給各位介紹 好的 我們來看看 我們既然知道它的這個轉換 我們就 來 我們來轉換一下東西 我們先用最簡單的來轉換看 各位覺得哪個函數簡單 我現在轉換一個函數 來 給我一個最簡單的函數 我剛才轉換那個 要不要試試看 好 要不要試試看 好的 0 我剛才我就選不大 1的 我剛才聽 乘上1我就不寫了 來 來 把plus也不要忘了 拿我的紅綠 好 好 好 來 我們來試試看 好 這要怎麼變為負SD 這一定要乘上一個負的 應該是根本一度 容易 然後呢 t t t 從哪裡 0 到 無窮 紅圈圈呢 從哪裡 記得 紅圈圈 1的 給負的SD 也是0 到 負 無窮 看到嗎 所以這個答案 等於 負的S分之1 然後 這個是幾毛 1的 紅圈圈 對不對 我現在就不要管裡面的東西 那紅圈圈從哪裡 到哪裡 負不窮 到0 來 所以上線帶進去 負的S分之1 1的負無窮等於多少 0 1的零次方等於多少 1 而且這裡面有個限制 S一定是正的還是負的 記得我們這邊 這邊這邊是什麼東西 1的負SD S一定要正的還是負的 S假如是負值的話 負負得正 然後T去進無窮大了 這個就是什麼 都爆掉 所以S一定要限制在什麼 正值 S 各位假如說你的筆記有一塊很大一塊 一頁空白的話 留下一塊很大的空白 因為我們這個表會越來越大 這個表可以寫 F of E F of S 這個表會越來越大 我們已經學會第一個了 第一個轉換是什麼 S分之1 H分之1 S分之1 大一 好了 恭喜各位 已經學會了第一個轉換 那既然為了轉換 咱們就來 來轉一個轉換 來轉換 這等於多少 這是什麼 5 答案多少 5 答案是 所以反轉換 沒有什麼公式好對 就是你知道怎麼轉換的話 反轉換直接就看過去了 然後還有其他東西要做一些手術 然後我們先從最簡單的開始 這裡面我們也看到一個 一個現象 什麼現象 這個5是否可以提出來 或者是我這裡在做1的時候 我會不會寫5 可以吧 然後5的話我會不會提出來 這邊是1 這邊是1 然後這邊提出 可不可以 最後答案再多一個什麼幾杯 對 所以顯然我們的拉普拉式轉換 是一個線性運算值 還是一個非線性運算值 線性 所以拉普拉式轉換的F T 加上G T 會等於拉普拉式轉換的T 單獨 加上拉普拉式的G 轉換 單獨 而且呢 我這裡帶一個 拉桑 貝達的倍數 都沒有關係 拉桑 貝達 貝達 現在我們認識我們的拉普拉式轉換 它的特性 第一個 它是一個線性運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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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ninary 它是有線性的關係 我們將來在下學期看到的負利頁轉換 也同樣具有這種線性運算式的一個關係 好的 我們再看看 我剛才給各位介紹的 Labla轉換 什麼情況之下可以做轉換 Labla轉換 或是我們的restriction 第一個 就是要存在 假設它的轉換存在 什麼情況之下可以存在 剛才我再給各位介紹 它的起源的時候 先大致介紹 基本上就是它的這個 我們稱之為積分的核心 Cernel 積分的Cernel 積分的核心 需要怎麼樣去一個限制 什麼限制 Cernel 積分的核心 就是不管你這邊情況怎麼樣 那這兩個相承 要時間到無窮大的時候去分類 那麼這樣子它所做的積分 它面積才會是有限 有限的意思就是它是一個收斂 converge 收斂的函數 收斂的函數 我們對它做積分才有意義 我們家得的是發散 發散的話 積分是無窮大的字 沒有用的 所以第一個 它的restriction 就是它必須要這裡面 Cernel 把時間趨近無窮大的時候去分類 這個條件我們稱之為 F of t must be n Must be exponential order 什麼叫 exponential order 就是它的函數 我不想用我們課本的這些定義給各位 給各位讀讀了 就是它怎麼再大 天大地大 F of t 再怎麼大 它也大不過 只數函數 它是這個意思 天大地大 它也大不過 只數函數 什麼意思 這個代表是怎麼可以 兩個函數相乘 一個是 F of t 一個是 一的F of t 一的F of t 你原來的函數長什麼樣子 無所謂 不要乘上一的F of t 然後看時間到無窮大 你看它的成績是什麼 成績屈性於0 表示這個函數 天大地大 也大不過 直數函數 或是再大 也是會被我的直數函數 一相成之後 沒有人 我們來試試看幾個函數 一的F of t 對不對 這是一 一的F of t呢 一的F of t呢 你在怎麼偉大 要無窮大乘一個0 還是你 隨便來個 Posine函數 Sine 你一直都不會死的吧 現在 不知道無窮大乘要乘上什麼 E的F of t 死了沒 Yes X的N次方好不好 N可以是 你要N取多少 無所謂 XN次方 咻 線是這個吧 平方是包物件嗎 3次方更多 所以到了無窮大乘這樣 可不可怕 大不大 夠大 可不可怕 沒有關係 天大地大也大不過我的 E的F of t 所以XN次方 是不是 H potential order Yes 所以XN次方可不可以轉換 可以 如果說T的N次方 T的N次方 我們該用T來做 所以給你看 我們這個表 我表要擦掉了 T的比較大一點 F of t F of s 我這邊看了第一個 T S跟T S大於 然後會有 T T的平方 T的N次方 就是Sine T Sine T 這些都可以 Exponential 呢 Exponential Exponential是 這樣 從這裡開始 這樣 這是正的Exponential 到這邊非常大 乘上一個0 還是趨近於0 所以Exponential 可不可以做轉換 可以 那你今天問說 都可以吧 因為最後乘上一個0 大家都會死 我們來看一看 不是 Exponential order的情況 我們舉個例好了 F of t E的T平方 請問這個函數可不可以轉換 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看它是不是 Potential order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 可以變成為什麼 一個 一個 這個 踢到無窮大的時候 這多少 無窮大 踢到無窮大的時候 多少 無窮大 變成無窮大 除無窮大 有沒有解 搖頭之前 再想想另外一位 偉大的法國科學家 不管怎麼樣 你不要把它叫成了醫院 要把它稱為Hospital Lop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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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上下都是無窮大 無窮大 怎麼辦 對時間 踢再為分一次 OK 我們來試試看 1的T平方 對T為分 可不可以寫成為 我先對T平方為分可以吧 紅圓圈 紅圓圈可以吧 1的T平方 可以吧 可以哈 所以這個 等於 這個為分 還是1的紅圓圈 1的T平方 這為分 2T 2 好 T再帶進去 無窮大 7 ó 7 ó 7,公方 是La Lopida 鳳 0